秋天也是吃螃蟹的好季节 但是螃蟹的价格却是一年比一年来的贵 像是三碟仙还有花蟹就比去年涨了两到三成 就业者感叹了价格越来越贵 如果涨得太凶了就不卖了 但是也有业者反向操作 推出了螃蟹吃到饱的活动 热滚滚的香辣麻辣锅 滚起火锅业者入秋商机 因为很多饕客都为了肥美秋蟹而来 个头不小的三碟蟹蟹肉吸买麻辣汤汁 让人一只接一只停不下手 火锅吃到饱业者推出三碟蟹牛角蟹随你吃 秋蟹价格一年比一年贵 客人吃一只赚一只 但大快夺一的背后是吃到饱业者自行吸收的高成本 天气的因素或是前面的台风等等 都会导致它整个减产 那就会影响到它整个价格上涨 那上涨幅大概有两到三成左右 万里蟹季又带动大家秋天吃蟹的气氛 三碟蟹和花蟹每年都在涨 今年和去年相比涨幅达到两成 三碟蟹就从美台金的240块涨到350块 中秋节甚至出现500块的高价 花蟹则是美台金600元涨到900元 甚至出现破千元都有 其他像是处女巡 红巡等巡类仰赖进口 也因为全球气候变迁 还有运费的波动 价格也是回不去了 我像那个花蟹如果超过1000块 我基本上就不卖了 因为你回来它 它放在鱼尺不是一定会活的 连锁吃到饱火锅店 靠着店数多采买食材可以一量之价 但单店的海鲜店就得靠老板经验 来判断叫货是否符合成本 或是客人有一定预算内调整菜色 满足需求又能赚到盈利 食材长不停 连螃蟹都难hold住 但又不想错过品尝秋蟹的好季节 就得看哪里优惠多省得多 民众今年得精打细算吃 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 又能守住荷包 东西新闻卢聚捷 萧涵台北报道